他說在坐標平面上,設圓心在第二線向線上 協與兩坐標軸相切 圓心在5s加3s加5y等於14上 求圓的判境 來,這題 他說有一個圓,圓心在第二向線 協與兩坐標軸同時相切 老師先問你,可見這個圓怎麼畫? 他同時與兩坐標軸相切 所以說可能同時與x和y軸相切 可能在第一向線 也可能在第二向線 也可能在第三 也可能在第四 那他說圓心在哪一個向線? 第二向線 可見這個圓畫出來要在第二向線 有問題 所以說要在第二向線同時和這兩個怎樣? 相切 來,各位同學 同時和這兩個相切 老師可以知道圓心在哪? 可見圓心是在這 所以告訴我圓心坐標事情 因為同時與a軸和y軸相切 爬去對 y軸做垂直 告訴我偵掛寬度事情 r 去對 a軸做垂直 所以說這個坐標也是寫 r 所以可見他 a軸和y軸坐標都寫 r 所以說這圓心坐標可以寫r r 這樣行不行? 那因為在第二向線 所以說 a軸要加什麼? 負號 可不可以? 所以圓心坐標可以寫-r r 可以嗎? 那好 他說圓心在誰上面? 他說圓心在哪條直線上面? 在多少? 3s加幾y? 5y等於143 所以說把這個點坐標帶進來 怎麼帶? 把ak使用幾帶? 負r y用幾帶? r帶 3乘負r 負3r 5乘r 5r 加起來等於幾? 14 負3r加5r等於14 可見2r是幾? 14 2r14可見r是幾? 幾 所以半徑就是幾? 幾 OK